人生的高度不是看到多少事 而是看透了多少事 看过一句话 在烟熏火燎的生活中 我们经历着生活的磨难 最终才明白 所有的苦楚 只能靠自己来治愈很多时候 那些突如其来的恶运 接二连三的麻烦 让我们错不及防 但人生的苦和难 都要靠自己去度 凡是看开心往惊处安 是往好处下人往远处看 才是人生最聪明的活法 一 心往静主安 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 遇到事情从不思考 急头急脑去做 反倒越忙越乱 于是机会来了你也抓不住 处理一件事游刃有余 但当几件事同时涌来 就会手忙脚乱 忙中出错 生活就像一团论马 唯有修一颗静心 才能让一切迎刃而解 前两天重温了电视剧《人生之路》 越发敬佩男主高嘉玲 遇事不慌的处事态度 高嘉玲是一家杂志社的编辑 以此紧急会议上 老主编告诉大家杂志订阅量下降 照此形势下去 杂志社两三个月内就会倒闭 得知消息后 有人立马翻出合作坊名片 打算找夏家 有人被这突发事件吓哭 不停地在原地踱步 只有高嘉玲默默走到一旁 让自己静下来 然后一边打电话咨询 其他杂志社的订阅量 一边起草了一份市场调查问卷 随后 他又联系老主编开会 建议紧跟时代去世 拍摄杂志网站 让普通读者的文章 也能在网站上公开发表 方案一经施行 杂志社亏损的局面 立即得到扭转 高嘉玲也因此受到了 老主编的赏识 没几年就升至主编 格言连弊中说 有才而姓华 定数大才 有志而契合 思维大志 真正厉害的人 无论面对何种境况 都能稳住心态 不慌不乱 扭转乾坤 即便跌入低谷 也会很快重返巅峰 哪怕身处逆境 也能寻得对抗之法 反败为胜 面对变故 若是一味的陷入慌乱的状态 只会让事情越来越糟 欲是冷静 懂得变通 用一颗清醒的头脑 却面对生活的纷纷扰扰 最后你会发现 暴风雨已然过去 二 是往好处想 主持人阿雅曾经历过 一起小型车祸 事后她却感谢 这次车祸救了自己一命 一天下午 她正打算和朋友约会 刚出门 她的新车 就跟另一辆出租车 发生了刮碰 就在阿雅气势雄雄地下车 打算找司机理论一番时 她突然发现 这次车祸 是因为她在车子转弯时 从来不看用后视镜所导致 这次是小车祸 没有受伤 那下次呢 想到这 阿雅不禁冒出了一身冷汗 眼前的司机 顿时成了她的救命恩人 于是她主动上前跟司机认错道歉 司机见她态度好 也不予计较 原本要争执半天才解决的事 每两分钟就化解了 你看 这世上的每一件事都有两面或者多面 只盯着坏的一面 注定会失去更多 但当你看到好的一面 事态的发展就会逆转成好的局面 曾世强说 上天有好生之德 遇到事情都要往好处想 事情才会往好的方向发展 凡是往好处想 能大事化小 小事化量 内心也会舒畅许多 作家冯继才曾有过家中失窃的遭遇 家里的很多贵重物品都被洗洁一空 只剩下些字画没有被盗取 要是别人遇到这事 难保不会苦恼几天 她却整天像个没事人一样乐呵呵的 她还调侃道 这贼不识货啊 留下那么多宝贝 有人问冯继才有没有重大损失 她说 在家里我是最重要的生产力 只要我没事 就谈不上什么重大的损失了 心理学家安东尼罗宾说过 影响我们人生的绝不是环境 也不是遭遇 而是我们持什么样的心态 人生有太多不如意的事情 我们都难以预料 如果总认为自己不信 那只会陷入愁闷的情绪 生活也会一地鸡毛 不如看开点 珍惜自己所拥有的 好事自会如约而至 凡是往好处想 以乐观的态度度计 便能逢山开路 遇水架桥 迈过每一道难关 三 人往远处看 知乎上有一个高赞问题 一个人最大的悲哀是什么 有人回答说 目光短浅 却真真自己曾看过一个博主的故事 他原本成绩优异 能努力可以冲个985 偶然间 他发的一条视频爆火 一连十几个广告商找他投广告 那段时间 光是广告费 就赚了几十万 见收入扑缝 他索性退了学 一门心思直播 但火了一阵后 他的直播间便被网友们抛弃 他想重回学校学习 却发现早已跟不上进度 所谓与者目浅 以管亏天 智者利远 简为支柱 目光短浅的人 只看到眼前的利益 必然难有所成 有远见的人 人生之路才更快 作家张萌 理工科出身 为了完善自己的文史者体系 他曾花十几万报名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历史班 除此之外 他还报名了深圳国际工艺研究院 学习最先进的管理理念 身边的朋友都不理解 赚钱这么不容易 他却把钱 花在那些没必要的地方 只有张萌自己知道 这些金钱投入 不仅给自己带来了 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 还会让自己的眼界更开阔 后来 他提出了杯子理论 认为当科技发展 见真家境 人类所有行为的数据 都将通过互联网连接起来 不少人都嘲讽 这是一想天开 他却因此建立了 线上线下双渠道运营模式 创办了几杯咖啡 资产会议 格局越大 对事物的认知更全面 更深刻 才会做出准确无误的判断 曾任哈佛商业评论总编辑的 苏倩维尔奇提出了三笔十法则 指的是做一件事之前 问自己十小时后 十个月后 十年后 会怎么看待这件事 想成大事 就要打开格局 站在高处看问题 眼界决定境界 格局决定结局 把眼光放长远点 谋求全局 才能见到更辽阔的天地 有人说 人生的高度不是看到多少事 而是看透了多少事 生活中绝大多数的痛苦与无奈 都是源于你看不清真相 被滞固在思维的笼子里所致 心往近处岸 才能看透变数 事往好处想 才能看透得失 人往远处看 才能看透未来 当你有一天摆脱生命的局限 看透万物本质 那么恭喜你 抵达了人生的更高处 点个赞吧 与朋友们共鸣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